其实古代就已经有食品安全法了 在唐朝 食品安全从过去的规矩上升到了法律 唐绿输液中出现了明确的惩罚机制 初售的食品变了质 要马上进行销毁 挨骂扔了怪客吸的 接着卖 一旦被发现 将会挨上九十大板 如果初售的变质食品让顾客生了病 还会被判流放一年 如果顾客直接挂了 他将会面临残酷的恼刑 安错了安错了 放了我吧 抱歉有用的话 他要我大唐绿干嘛 不信你问柳松原 柳松原有一次不舒服 去市场买了点茯苓 可他越吃越不对劲 更不舒服了 最后发现原来店老板 用老芋头冒充茯苓 柳松原一个投诉 就让老板被判了个一年流放 还写了一篇 变幅神文并序 搞得店老板被骂了上千年 到了繁荣的宋代 奸商更多了 蜜言掺杀绝对发发 肉里猪水日子贼美 额阳吹记赚到商议 市场管理部门 为了防止商贩无底线 要求商人想做买卖 必须加入行会 一旦行会里的商家出了问题 整个行会都得跟着美术 我是不凡事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